一規話不拜政國神社 人吾到但禮到 今日是日本戰敗投降68周年 台灣和南韓昨日都有抗議活動 要求日本正式為安撫問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決定 今日不會參拜 供奉有二戰甲級戰反駕政國神社 但就會以自民黨總裁身份奉上制製肺 外國成員入面 除了這四個未表態 十四個都表明不會去參拜 有分析說安倍這樣做 不是怕中寒生氣 而是怕激生氣親密盟友美國 因為有日媒說 安倍今年四月向神社供奉制品 搞到日本駐美外交官 被美國的去召費 雖然手上不去參拜 但日本政府就罕有呼籲 國民在今日中午十二點 懷疑陣亡戰事物哀 更加突顯日本右翼之心不死 有意地 202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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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